你看完这个所谓的国际调查啊 你会笑死 就最不喜欢中国的七个国家 和最喜欢中国的七个国家 我们先猜一猜最喜欢的好不好 最喜欢我们的七个国家 你们会想到谁啊 第七名沙特阿拉伯 对我们有好感的是57% 没有好感的是26% 中立的是17% 第六名哥伦比亚 说57%的人对中国有好感 23%的人没有好感 20%的人中立 就中立以上的有77% 原因主要是有两个 第一个是中国是哥伦比亚 第二大贸易伙伴 这个亚洲最大投资来源国 还有这个我们跟哥伦比亚 合作抗击新冠疫情 全球第五喜欢中国的 秘鲁 58%的人对中国有好感 表示中立的19% 只有23%的人没有好感 秘鲁的华裔有500万 占了整个秘鲁人口的六分之一 去过秘鲁的人不能告诉我们一下 秘鲁有什么好玩的 我挺想去这个国家 第四最喜欢我们的就是孟加拉 62%的人对中国有好感 24%的人保持中立 那加起来就有86 只有14%的人对我们没有好感 孟加拉喜欢我们的原因是 双方共建了一带一路 合作给孟加拉带来了积极的变化 全球第三喜欢我们的叫 尼日利亚 74%的人对中国有好感 10%的人保持中立 尼日利亚为什么会喜欢我们的 因为是中国在非洲的 第一大工程承包市场 第二大出口市场 第三大贸易伙伴 和主要投资目的地国家 就是中国跟尼日利亚的关系很好 全世界第二喜欢我们的国家 俄罗斯74%的人对中国有好感 有17%的人保持中立 那这个就是91%的俄罗斯人 对中国中立和有好感 因为中国全面深度合作 最喜欢中国的是哪个国家 巴基斯坦 是铁杆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 82%的人对我们中国有好感 1%的人保持中立 前七个喜欢中国的国家 我再念一遍 第七名沙特 第六名格尔比亚 第五名秘鲁 第四名孟加拉国 第三名尼日利亚 第二名俄罗斯 第一名巴基斯坦 好了 我们现在来猜一猜 全世界哪七个国家最不喜欢我们 第七名英国 但是你看我们中国人很有意思吧 我们中国人 很多人还要去英国留学 你看人家都不喜欢我们 第六名澳大利亚 第五名德国 他给出理由是 视我们为直接竞争对手 第四个不喜欢我们的奥地利 第三个不喜欢的瑞典 第二名不喜欢我们的是日本 这个大家应该都想到了吧 第一个不喜欢我们的韩国 你会发现好有意思吧 全球最不喜欢我们的七个国家里 没有美国 对不对 还有大家有没有发现 你看这些国家 英国 澳大利亚 俄国 奥地利 瑞典 日本 韩国 青色的都是发达国家 然后你看喜欢我们的 沙特 哥伦比亚 秘鲁 孟加拉国 尼日利亚 俄罗斯和巴基斯坦 总理上来讲都是什么 都是发展中国家 对不对 我的结论是什么 因为老美公布的这些他的盟国 所谓的他调研出来的 有意制造的这个论子 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代表无产阶级 隔他的命 还有人说 哎呀 我们的盟友太弱了 我们的阵营太弱了 我们的阵营怎么会弱呢 你根本就搞错了 一带入152个国家 全世界注册的国家 才193个 这什么概念 70%多 我们的阵营还弱吗 我们的人多多的 敌人的人少少的 对吧 我们是要共同富裕 我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老美不是 老美是精英论的 就只能他们赚钱 我们不能赚钱 这怎么行呢 所以为什么老美和他的盟友 就会不喜欢我们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们应该感到很骄傲和自豪 是吧 还说我们很弱吗 我们已经很强很强了 这才是我们最大的强